Hello 大家好 我是影森 记得17年的《逃出绝命阵》跟19年的《我们》吗 今年乔丹皮尔自编自导的第三部科幻恐怖片Nope上映了 一个有关奇观的故事 开头有一段老情景剧 家有各迪的话外音带入 随即随着一声气球爆裂的声音 剧中的黑猩猩演员突然发狂 杀掉了现场的演职人员 时间一转来到现在 男主角OJ出场了 他是一个比较老派的年轻人 有个外向的妹妹在外打拼 而他则跟父亲一起经营着麻场 主要是跟一些电影公司合作 但是最近生意并不好做 他们已经开始卖马被吃生计了 这天父亲又联系上了一个剧组 父子俩正讨论着 只听天上突然传来一只异象 周围就噼里啪啦的掉起了异物 随即父亲突然从马背上甩下 OJ连忙将父亲送去医院 可惜为时一晚 父亲已被天上的异物砸穿了头部 而诡异的是 那个异物居然只是一枚硬币 这时OJ才注意到 就连父亲刚才索期的白马身上 也插着一个钥匙 天上为什么会跳这种东西呢 OJ百思不得其切 生活还要继续 OJ接下了父亲留下的那份合作 带着黑马幸运来到剧组担任驱马师 但他不善言辞有点设恐 得亏妹妹赶了回来 帮他跟大家沟通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彩蛋 就是在1877年的时候 英国摄影家艾德沃德·麦布里奇 拍摄出了世界上第一组连续影片 而人们称这组影片为奔马 麦布里奇也因此得名 却独独没人注意 当时骑马的那位黑人演员 乔丹皮尔这里特意放出了奔马影片 还把男主一家设定成了 那位演员的后代 显然也是一有所指 乔丹皮尔的片子必有种不隐喻 随即拍摄开始 OJ已经提醒过巨物人员 说不能看马的眼睛 对视对动物来说是一种威胁 但巨物人员一个粗心 意外将镜子转向幸运 导致幸运受惊失控 伤到了人 就这样 这份合作也高垂了 OJ无奈只能再次到附近的游乐场卖马 而这个游乐场的老板 正是当年星星杀人事件中 唯一毫发危损的同行 小白 当年他们本来正在拍摄 《家有歌迪》的其中一集 但是现场有人反复提及了丛林一词 导致星星演员受到刺激 最终失控 小白躲在桌下 看着星星撕咬着其他人 最近一个工作人员跑了上来 试图制服星星 但很快也被其杀出 小白盯着眼前的一切 只见血淋淋的现场 有一只血正诡异的利润 随即星星发现了桌下的小白 但是有桌檐的阻挡 双方并未对视 星星很快恢复平静 伸出拳头 像平时训练那样 跟小白碰了碰拳 随即就被赶来的救援人员 当场击毙 理论上来说 这件事应该会给当事人 留下很深的阴影 但小白似乎根本没受影响 他喷工室里赫然挂着一副 家有歌迪的海报 期刊之下 上面画的正是 星星杀人事件的内容 而海报背后 则是小白精心设计的一件 歌迪博物馆 他在此收售门票 供好事者参观 不但当年那只立着的鞋 有展示其中 墙上还挂着他与星星碰拳的巨幅海报 不过可以看出 海报中跟当时星星杀人后 双方的站位高敌有明显不同 一起当年的一切 小白笑着将其称为奇观 还告诉兄妹俩 有党当红综艺 还把此事拍成了小品呢 演到这里 本篇的讽刺意味 已经藏不住了 无论是动物演员的情绪 还是悲剧流血事件 在流量跟金钱面前 全部不值一提 OJ对小白的话题不感兴趣 他不甘心卖掉幸运 还想着日后要再把星星数回来 但小白却想要买下他的整个麻草 这时OJ还不明白对方的用意 只想着不能让父亲的心血 复制动流 当晚兄妹俩坐在一起 回忆父亲 妹妹想起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匹马 那只马叫牛仔外套 妹妹九岁的时候 本来可以训练他了 但父亲却临时接到了一个电影合作 就把牛仔外套牵走了 而最唏嘘的是 那一部电影最后选用了骆驼 父亲的准备也全都白费了 两人聊着聊着 突然发现他们的一匹白马幽灵 自己跑到了外面 OJ连忙出去查看 妹妹则在家里放起了音乐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幽灵突然朝着远方狂奔而去 OJ一路追出马场 也没有看到幽灵的身影 只见不远处 小白的游乐场竟深夜还亮着灯 里面像是练习似的 正说着一段段台词 画八游乐场电力突然中断 过了一会儿电力恢复 而OJ也见识到了那所谓器官 只见一个撞似飞碟的东西 在云层中飞走了 路过OJ家上空时 他家的电力也中断了一秒 之后兄妹俩研究一番 意识到OJ看到的很可能是UFO 那么如果他们能把这东西拍下来 肯定能大赚一笔钱 说干就干 二人很快就到这里 买了监控等录影设备 但考虑UFO出现时会影响电力 二人就想找一个停电 也不会受影响的设备 这表示哪怕是电池可能也不太行 电源一停就很不理解 停电电池怎么会受影响呢 而且他刚好是个外星生物迷 就随口开玩笑说 可能是你们住在UFO出没区吧 俩兄妹想靠UFO赚钱 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 于是联盟否认 但这一反常行为 反倒引起了电源的注意 次是他去安装设备时 就发现OJ兄妹一直要求 把监控角度抬高 显然是在监控天空 于是电源顿时踩到了一切 随后妹妹偷来了 小白游乐场门口的假瓦雕塑 准备做优劳 事实上这时 小白居然找不来了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还好他也没多问 拿上门票表示 他周五会搞一场表演 邀请OJ兄妹俩去参加 二人联盟应下 设备装好后 就等着UFO现身了 当晚OJ听到马房里有异象 就进去查看 见一切如常 他顺手关了个灯 准备回屋 这样刚转身没走两步 灯又自己打开了 回这一看 角落里冒出了个大脑袋的外星人 OJ正想掏手机录像 旁边马房里又探出一个外星人 他瞎了一票 后退几步 只见身边又倒掉下来第三个外星人 OJ吓得一拳轮轮上去 眼前的外星人摔在地上也吓坏了 原来 这是小白的三个儿子假扮的 还放走了OJ另一匹白马 就是想报复OJ妹妹偷雕像的事 OJ无奈出门抓马 而这时 那个店员也一直在偷看他们家监控 发现一场 便忍不住给妹妹打来的电话 说他发现情况不对了 一共俩监控头 一个故障了 另一个被螳螂挡住了 偏偏就这么巧 UFO敢在这会儿里用动静 马场的电力突然中断 刚抓住白马 瞬间受惊跑远 还没等OJ反应过来 UFO便在云的伪装下 卷走了那个加码掉速 并且没有要走的意思 妹妹连忙着OJ快逃 OJ躲进附近的小木屋里 UFO抓走白马 便呼啸离去 随即电力恢复 监控上的螳螂也离开了 这一宿可谓一无所获 妹妹见识了UFO的可怕 嘴里一直念叨着 NopeNope想要离开 不想再参与这场所谓奇观 但OJ仍然不愿放弃马场 没办法 兄妹俩只能另想办法 妹妹认为 他们缺少一个专业的拍摄者 于是便联系了 之前那个剧组的摄影师 对方技术高潮 而且很有艺术追求 妹妹跟他说明了情况 可摄影师根本不信 拒绝加入 还奉劝年轻人 少做点不切实际的懵 而就在这时 一直偷窥他们家监控的电源 带来了新的线索 根据监控发现 马场附近上空有一朵云 似时之中从来没有动过 也就是说 这云是假的 是UFO的伪装 可是仅这一点的话 并不能当作发现UFO的证据 跟主角话说 也上不了奥普拉脱口修 他们还是需要录下更直接的证据 但这时 OJ望着天空 却突然说道 如果这东西不是UFO 那它又会是什么呢 演唱小白周五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他回想着童年遭遇的星星杀人事件 脸上挂了一丝平静的微笑 或许他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同行 也跟动物演员没什么区别 没用了 就会瞬间被资本抛弃 随后演出开始 来的观众并不多 小白感谢了到场的亲友 而其中一位 就是当年星星杀人事件中 受伤的另一位同行 值得一提的是 该事件是有原型的 现实中的当事人 还上了OJ等人心心念念的 奥普拉脱口修 感谢蛮亲友团 小白开始介绍今天的表演 也就是之前OJ曾听到过的 他彩排的那段词 在小白的讲述中 我们终于明白了一切的起因 原来最先看到UFO的人 其实是小白 最开始的某个晚上 小白本来只是在游乐场里驯马 但谁想那一下UFO突然出现 吸走了他的马 惊吓之余 小白自然也意识到 这是个生态之道 这是他此生第二次见证器官 第一次器官可以让他赚钱 那么第二次肯定也可以 他遥想当年 自己是唯一一个 能与猛兽碰拳的人 虽然二人的站位 显然不如他想的那般 但他还是觉得 自己依然能够征服UFO 所以他筹划了这次演出 并且大量收购 OJ加的马 用于每晚的彩排训练 也就是说 OJ之前看到的游乐场电力中断 其实就是小白在彩排 用马吸引UFO 而这也是UFO 一直没有离开小镇的原因 可以看到 小白的演出服上 还秀着UFO的图案 这也是他早就知道 UFO存在的证据 现下他更是宣布 过会儿他就要抓住UFO 小白拉开身旁的幕布 下面是即将要被当作 幼儿的幸运 但没想到 事情的走向 完全脱离了小白的计划 不但幸运不肯走出笼子 UFO也并未攻击幸运 而是在现场刮起大风 所有人震惊的凝视着天上的飞盘 随即便全部被气 吸了进去 原来OJ真猜对了 这个东西不是UFO 而是一种体型巨大的不明生物 那个撞似飞盘的 其实是怪物进食的口气 不过这样一来 也就更说得通了 UFO怎么会因为小白投喂马 就逗留于此呢 而动物就会 那边OJ带着门票 闪闪来迟 现场已是一片狼藉 只有幸运还呆在笼子里 OJ想上天接马 却遭到怪物攻击 晕了过去 待他醒来 天已经黑了 外面下起了大雨 OJ把马装了车 准备回家 路上连忙打电话 把真相告诉了妹妹 说这怪物有领地意识 八成八小镇当他家了 可话还没说完 电力又中断了 而电源也被困在兄妹俩家 二人注意到 外面本鹰下着大雨 但他们目前 却一滴水都没落 由此很快猜到 此时怪物就在他们上口 随即随着一声嘶吼 无数异物 跟未消化的血污倾盆而下 钥匙硬币等物品 噼里啪啦地 插在房子上 由此我们也明白了 开篇OJ父亲的死亡真相 与同时 OJ也已赶到父亲 察觉到怪物的存在 他联盟吸火 看着自己的房子 正被血雨包围 待着下一秒 怪物就朝着OJ奔去 他下意识地打开车门 想一看究竟 果然怪物的血盆大口 就在自己上班 OJ迅速关上车门 这里也是再次电梯 从前面 妹妹拒绝再接触器官 到这会儿 OJ拒绝凝视怪物 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次升级 可怪物气不过 把之前吞噬的假码 一口吐下 直接砸碎了OJ的车窗 好在有惊无险 看来之前的假码 让怪物难以消化 也是遭了不了罪啊 一夜过后 雨也停了 既然决定开车转移 可没想到怪物正未走远 OJ令激动 想到了动物都不喜欢对视的特点 连忙低下头 俯身行动 果然逃过一解 但是OJ依然放不下 足备的产业 认为只要摸清怪物的习性和规律 之前的计划 还是可以成功的 妹妹跟店员本来不赞同 可谁想 之前联系的摄影师 在看到小白游乐场 失踪几十人的新闻后 终于相信了妹妹的话 主动打来电话 同意合作 有了专业人士的加入 既然这才重振旗鼓 OJ分析了小白失败的原因 认为对待这种强大的捕食者 不能去驯服他 而是要跟他达成某种协议 就像不能背对熊 不能在公牛身边穿红色一样 他们需要利用怪物的习性 拟定一个完备的新计划 首先是怪物所处的地方 电力会受到干扰中断 所以他们需要利用 不依靠电力的手摇录影机 进行拍摄 其次怪物会吞噬凝视他们的生物 于是OJ给自己跟幸运 都备好了头套来充当诱饵 第三因为之前务实甲马的经历 现在怪物对甲马 身上那种类似彩带的东西 应该是先有预计的 于是几人便准备了一堆充气人偶 跟排带用来驱赶怪物 来保证诱饵的安全 最后OJ还给怪物命名为牛仔外套 这个妹妹第一匹马的名字 然而计划开始后 怪物却迟迟没有现身 直到一个八卦网站的记者 前来调查游乐场案件 妹妹试图感叹离开 但记者不管不顾 冲进了计划中的抓捕区 就在这时怪物现身了 记者的摩托当场断电 人养车翻 OJ不忍心想过去救人 谁想记者腿都断了 却依然在喊OJ快拍怪物 最终他也成了怪物的盘中残 而OJ也险遭连累 还好他及时低头躲过了抓捕 最后OJ抓住机会计划继续 他戴好帽子 上面的眼睛图案 迅速吸引了怪物的注意 就这样几人终于成功拍到了怪物 但摄影师却认为 刚刚拍摄的光线不好 达不到自己平时的水准 跟艺术追求 于是他不顾阻拦 只身射线 冲到危险的山头 准备保卫条 而他这种直接的凝视 迎来的自然也是跟小白一样的结局 可见流量名利会催促人铤而走险 而追求艺术也没有生存空间 摄影师的行为激怒了怪物 把几人的摄影棚掀了个底朝天 设备跟底片一并遭殃 电源靠身上缠满荆棘 才逃过一劫 最后怪物终于亮出了真身 巨大无比如同空中水母 妹妹没有掩体 只能低着头小跑逃命 但这显然不是办法 OJ也联盟让妹妹 去骑那个记者的摩托 但是怪物在身后 摩托根本没法用 OJ便又起上幸运 用对视挑衅引走了怪物 同时对妹妹做出了一个手势 而这个手势 当年妹妹痛失第一匹马时 OJ也对他做过 妹妹顿时议会 这一次他以后亲自训练 牛仔外套了 在摩托车摆脱怪物干扰后 妹妹便看着怪物大喊一声 冲向小白的游乐场 怪物再次被妹妹吸引 又转身追了过来 妹妹先一步抵达乐园 释放了园中的巨型气球人 而园中还有一口拍摄镜 这一点影片 在OJ最初卖马时 就有埋下伏笔 这会儿主角们 失去了刚才的底片 妹妹便准备利用这个 最后尝试一次拍摄 气球人升空后 怪物很快被气吸引 它张开口气 准备猎食 而妹妹也文准狠地 拍到了这一幕 最终怪物也因 吞入气球人 被炸成碎片 微会儿游乐园外 媒体蜂拥而至 此时最先提出 要利用UFO挣钱的妹妹 此刻已经无暇顾及他们 她起身看向另一方 直接写着 世外桃源的门框后面 正站着OJ 这一幕就如同1877年的奔马 或许在这场 不明生物的奇观背后 人们仍然不会记得 他们一家的名字 但是妹妹知道 那个男人是他哥哥 远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好跟动物对视的 下篇关注晚上撒 See you